为了防疫 现在全台湾真的是绷紧神经 那么台北市有护理人员就投诉 他在中央祭出医事人员 出国禁令之前 跟亲友出国旅游 没有想到回到医院工作之后 却发现护理长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就擅自输入他的身份证字号 要来追查他的旅游史 甚至还有出国的员工进行约谈 让他觉得相当的不合理 也很担心可能会因此 影响到他的年终考期 原本大家是查病人的状况 那现在是变成说 连医院的员工 包含就是陪病的家属 这样一起查 明明只是去非警示地区旅游 回国之后却遭到主管约谈 让医师职业工会PO文 替护理人员打抱不平 标题写着这样合理吗 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 那员工身份证查旅游史 有没有违法疑虑 这样是正确的吗 就是因为目前指挥中心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命令说 医院可以这样查 大家会担心说 有没有个人资料的问题 原本中央担心各国疫情严峻 怕医护人员回国后不能上班 因此在上个月23号 下达医师人员出国禁令 但医师职业工会 却接连接到护理人员投诉说 他们早在禁令宣布前 就跟亲友出国旅游 没想到回国之后 却遭到医院护理长未经同意 就输入他的身份证字号 查旅游史 甚至还一个个约谈 询问为什么没有告知 院邦就跑出去玩 让护理人员倍感压力 光约谈护理师 对他们而言压力就很大 因为护理长是可以决定 他们考机的 会不会就是 我工作量增加 反而我薪水有可能会减少 防疫紧张时刻 医护人员绷紧神经 如今又传出这样的事件 医院似乎不信任员工 频频给压力能否不会爆出离职潮 记得有请陈建国 台北报导